好 這是一種參考的提醒 我們又給了一個敘述 有人說是純水 有人說加了紫色劑會變成什麼顏色 有人給了氫離子濃度或者是氫氧跟離子濃度 然後就開始清理排次序 排次序有人清理排PH值的次序 有人清理排氣體濃度的次序 然後就把它排出來 來 再說一次看清楚是排PH值還是排氫氫濃度 答案是相反的 好 藍色是變紅什麼性 酸性 所以PH值比7小 分態變紅什麼性 減性 然後PH值比7大 那純水 中性 PH值比7 所以由大排到小什麼排 乙大於純水大於甲 所以答案選出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一樣 好 這個是指示劑變色 來 也要給純水排PH值大小 停車戰界問 答案是多少 停車戰界問 答案是多少 好 應該要換可愛小女生是嗎 有可愛小女生嗎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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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是多少 C 你答案選C 請坐 請坐 分態紅色 減性大於7 十二紅色 酸性小於7 純水PH值等於7 所以由大排到小 由小排到大 甲帶純水大於 答案選C 好 這也是給東西 包包包包包包 排PH值 還是那句話 越酸PH值就怎樣 越小 越減PH值就怎樣 越大 那我們前面教過牛奶跟ammonia 減性誰大誰大 濃油酸跟檸檬汁什麼性 應該猜得出來 應該知道誰比較酸吧 怎麼猜得出來 有猜一猜 就可以可以了 就會曉得 誰會比較大 誰會比較小 我們又要找一位大帥哥了嗎 大家有大帥哥嗎 有 嗎 欸這人在嗎 21 21 21 起立 答案 答案 A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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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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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了 最後5秒鐘給我答案 5 4 3 蛤 2 1 答案 最後5秒鐘 答案 沒有就算了 放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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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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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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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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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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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號 梓曼 你選A 謝謝你 你選了答案叫做A PHS1根據定義就是十的負一四方答案 OK 乙就不要換了嘛 就十二負三就不用換了 不用換就十二負三 那一個餅啊 你要討厭啊 餅給的是氫氧根啊 那給氫氧根怎麼變成氫離子呢 要用到一個他們的親密關係啊 平衡關係啊什麼關係 你背的你還記得嗎 相乘等於十二負十四四方 所以就可以從氫氧根去求氫離子 所以是負十二 好啦都有對不對 都有這個牌嘛 誰負最大 負一最大嘛 誰最小 負十二最小嘛 所以答案是 甲大於大於比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種排次序的問題 是一種很喜歡考的問題 你要會 給濃度 心理濃度 氫氧根濃度 給子細劑變色 給PH值 請你排 心理子濃度大小視序 請你排 PH大小視序 這是一種愛考的提醒 請你要會 有人問答案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